好的,这边比赛开始,这一局是一局表演赛,相对于5HS的表演赛,ACE这边的表演赛的阵容就相对更加的稳重 有能秀的,但是比较扎实 比较扎实 堂哥这边魔术师,狗一狗 这里红夫人,这红夫人好像在思考人生 想了一想,我感受到了,这边有堂哥 然后一个镜像遇到分身,会不会 一刀,真的是想了一想,堂哥在这里 第二刀,如何开,这里无论如何要交分身了 但是交分身以后的一个走位很关键 我们看一下这边顶级魔术师是如何演绎的 一刀,不好意思 我以为他会放一个分身,然后反走一波,骗红夫人一刀 结果并没有,而是拼了一个翻窗,但是被一个隔窗刀打中 那这里就要想一想要不要救了这个魔术师 并没有演绎 对,他可能要待会再演绎 队友来救我,来救我 都表演赛了,你们如果不救,太说不过去了 对不对 这边一个洞打出来,回去,继续拖一拖 打一刀 两人来救,好,这边扯下来 那现在可以开始分身表演了吧 先把你的洞打掉,来这边看一下顶级魔术师如何 来,这个分身把自己卡了一下 这个主要是表演赛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看戏剧效果 这把也是没有打得特别的认真 洞已经就,来对我们看一下就下一波 下一波还有一根魔术棒 这边是勘探员想来过来找一点事儿 那边这边可能可以转个像看一下 这边在自摸,勘探员这买雪羊的肯定来打架了 蹲着,这边放下 被撞一手,晕,牵起来,开探员再来 这里再放下,打一刀 打得很顺利哦 哇,两刀连空,这一刀抽刀是抽中了 想强摸,闪现是在手上的 再打,震慑了 魔术师能不能起来 起不来,牵起来 找最近的点挂上 虽然说放过两次 但是因为这边椅子比较近 椅子比较近 好,我相信堂哥还是能够再次 对吧,把自己的魔术师演绎起来的 毕竟魔术师这个东西 它有一根魔术棒在手 它就有无限的希望 对不对 除非队友救不下来 那是队友的问题 你们救不下来 我秀不起来 你们要是能救下来 我这把必然秀给你们看 好,这边阿东东 堂哥我来了 你秀 一定要秀起来 哎,这边一刀 你看这个分身 马上挡了一刀 但是,哎呀 无奈这边 位置被红夫人判断的好了 那这个呢 主要你看这个分身是挡到了这一刀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 红夫人的一个位置判断比较敏锐 但是,顶级魔术师的这根魔术棒扛到了这一刀 也是一个事实 对不对 好的,这边挂飞一个以后 电击还在修 还在修 那边两个人开始互摸 勘探员和祭司两个人摸满 什么叫堂哥被我拿死了 你们在说话要讲证据的好吗 来我们继续看 这场是相对来说 你看这就打的比较欢乐了 屠夫这边也是转个圈圈 跟堂哥表示一下友好 说不定还是一个堂哥的小粉丝 哎这里砸一头 蓝色蓝色说我平常不太遛鬼 但是我遛起鬼来 那也是各种在你头上报寇 对吧 板黄请叫我板黄 最后两台机 由于这边的电击被干扰到了 这个祭司说我想遛鬼 我想遛 我想遛 来打我 好 请鞭斥我 这边祭司拉个洞走 红夫人这边就上当了 就感觉就是红夫人就 你敢在我脸上跳 还敢下板来故意 对吧 报个点来找我 好 那我来找你 但是这时候红夫人突然翻人醒悟 他是不是想把我勾引走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开电击了 哎这边吸一下 哎呦 这一手吸完 那在红夫人上头了 这小小勘探员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捶你 还有一块磁铁 还有一块磁铁 一刀抽 再补一刀 那边两个人在摸 最后一台电击就在这里了 勘探员带走 然后摸完以后两个人 一个人开机 一个人可以选择准备救人了 或者说勘探员如果遛的够久的话 说不定这个对吧 救人都不用信了 一块磁铁 再来一个镜像 拉到位置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打中 再一切 这里有磁铁一吸 有没有同学寄过 这把红夫人被晕了几次的 穿动也晕 对吧磁铁也晕 磁头晕 各种晕 两个人一起修机 相信勘探员的实力 能够遛到电击押好 红夫人这边说 我要手机 这把我要赢 先打你啊 东东 又被爆头了 哎呦 这红夫人的 对吧 这个发型都被夹乱了 来 先看 一厘米多出现了 但是这迟一刀的话 这祭司就穿动走了呀 那迟一刀直接穿动 红夫人这边也没什么办法 那边再把开太元摸好 感觉这电击慢慢的会被磨死 先把这洞处理了 切过去 这边好像是刚刚有一个切的动作 但是应该是时间到了 没过去 没过去 穷人者这边的话 感觉可以重修一台电击 先把祭司摸好 慢慢打吧 这种局慢慢打 用手末人已经又去贴电击了 电击还差一个指甲盖 走过去能不能 因为手末人他是有铲子的 这个铲子在开门战的时候 可以扛一刀 非常的厉害 然后慢慢打呢 对于穷者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这个阵容当中 祭司 然后勘探 这些道具都是可以续上来的 这边要要砸头 我的妈 红夫人的脑门都被夹扁了 祭司重修一台 勘探员应该是可以过去补刚才那边的遗产机 这样的话是一个双保险 果然勘探员已经在修了 电击已经压好了 这把有可能删出的 有可能删出的 找勘探员的话 删出的可能性比较小 勘探员说来 一刀斩 我不怕 好的 先弹晕 这边翻动起来 再一块 又晕一次 删上勘探员 我感觉这把红夫人至少被晕了20次 有没有20次 刚才应该让弹幕君记一下 让技术君记一下 然后弹幕发一下 继续续绕一个镜像 这看待遇没了 好吧 这一刀再能躲得过说 这一刀再能躲得过去说不过去了 那边走了 看看会不会来救一下 15次还真有人记了 好 这边走了 完成了一个平局 还是非常愉快的一局 没有什么压力 双方都没什么压力 对吧 也是就打的比较的轻松 看上去也是我们今天看过最轻松的一场比赛了 也不那么娱乐 但是双方也是中规中矩的在正常的打 又比较的轻松协议 非常适合做一个ending 好的 那么今天的比赛到这边解说完毕了 谢谢大家观看